大家好,我們是台中市豐原區豐東國中一年六班 我是王國安 我是林欣平 我是孟凡 我是許謙 我是王爵 請問關於DFC我們感受到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感受到了情緒管理的問題 情緒是維持人際管理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保持好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為什麼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發現到國中生對情緒管理這個方面不太成熟 我們有可能會因為無心的一句話讓其他人難過 被罵的或是罵人的心情有都不會很好 因此我們要去克服這個問題 那請問如果有人心情不好或者是生氣啊沮喪啊哭啊之類的 那我們有想要什麼解決方法? 我們班在家政課的時候總共討論出來三種辦法 第一種是製作好心情鉛筆 第二種是送他一朵小花 然後第三種是愛的抱抱 那因為愛的抱抱跟送他一朵小花都有我們想到的缺點 所以我們班決定製作好心情鉛筆 期望同學的壞心情飛到九霄雲外 那請問我們的製作過程是什麼? 我們製作過程因為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才把好心鉛筆給做完 那因為我們班是屬於過度活潑的班級 所以班級長在處理我們班的時候會泡比較多的力氣去處理我們班 那因為他罵人的時候可能比較兇 所以我們班的同學可能也會生氣之類的可能就會對罵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餅乾 我們裡面有寫我們自己寫的好心情的幾條 希望就是他吃了之後能開心之後 我們大家可能也笑了 他可能生氣難過不開心的可能也會這麼笑 這個成果讓我們知道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那我們中間就是有遇到困難啊 那我們的遇到困難是要怎麼困難 然後要怎麼解決 我們上個學期的烤箱很快 然後還有這個學期老師的流感請病假三天 所以讓我們的烤餅乾的活動延續了 那解決方法 解決方法就是 我們老師派了五位學生 那我們在這個活動當中你知道誰要派 雖然遇到了困難 但是我們大家還是不通力合作的才要完成 其實我們就先想說全班要把它拍成一個短片 然後把它用到網路上面 所以讓大家知道好心情是不是那麼難辦到的 所以我們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還可以讓DFC延續下去 然後網友他們都有回應啊 學校老師他們也有回應 這是很棒的 我們國中可以針對問題去把它解決 這樣子讓情形變得很好 我們只是想告訴你 我們只是想告訴你 別擔心,別開心 是,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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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我們 我們可以